送儿子回去的目的是什么 就想着小孩子送回家里带 然后两个人认真的工作 但是这样每天都知道 其实好像没钱啊什么的 就很烦了 所以呢 所以是 所以他就一丑两极 你走这儿出去嘛 发泄一下嘛 就工作不干了 在那儿干得不开心的 因为我们这个是 做的是手工活 技术活来的 要很清晰的头脑在那儿做事的 精密度都是在那个 跟做那个导弹那种 精密度那种做 你没有一个好的思维 去做事 你这个事情做不好 没有这个好的状态 是因为他 他就是强势嘛 老师因为这个别 那个别 那个有钱 那个没钱啊 这个人懒啊 你要就交点 这个好的人 有上进的人啊 我们做功能呢 哪有那么多 去接触那种 比较上进的人啊 比如说 这个东西 你只能调一百斤 你不可能调个一百五十斤嘛 是不是 是能力大小的问题 对对对 你听了他这样说 然后就会怎样呢 就吵架嘛 他在闹道 我就想到隔壁那个房间 他就跟到隔壁的房间 我想就是想亲 想个亲近的头脑 你主要是受不了 这种生活的状态是吗 对 那可以跟他商量沟通 为什么医生不想 辞工突然离开 他那个人就没得商量的 因为我的表的能力 不是那么好的 他会说一万种自由 来说服我呢 平时的唠叨 他都可以接受 为什么这一回的唠叨 就不能够接受呢 我认为他是这样子 儿子送回去了 现在我也在工作了 他就可以躲回家去 去享受他自己 个人的自由 你的意思是把这个弹子 由你来挑了 对 他就躲到 躲回家去 徐先生这一跑